大家好 我是小屁 台服天堂M8月7號的最新改版消息終於出來了 直到凌晨2點 遊戲局子終於坑吧 活動最新消息出來了 那這次更新是有更新7個 重點 首先第一個的話就是簽到系統更新 這個這一次的簽到系統更新讓我比較訝異的事情是 他沒有最新的恢復印章的簽到 所以也就是說你今天這次簽到你不能拿到最新的恢復印章 這個算是跟韓服比較不一樣的東西 但是 這次的簽到其實跟上一次差不多都還是有 所謂的閃亮的飾品箱 然後以及有皮夾克之類的各種的飾品 然後又多了一些 奧塔補充石 拉動補充石 金木補充石之類的 第35天的最大獎是西偶變身卡箱 那西偶變身卡箱這次是可以開得到真實王騎士 這個是有把列表都出來了 紅色妖魔真實王騎士 然後這黑暗妖精這些的都開得到 所以 我們可以期待一下第35天的簽到 然後第二個活動是 奧曼之塔10樓開放 哇 奧曼之塔終於加蓋到第10樓了 以PC版的經驗的話 10樓基本上是最後一層樓了 好 那 奧曼之塔的加蓋10樓 大部分的玩家可能都不能上去10樓 所以說 這個奧曼之塔10樓的一些 資訊的話可以自己來官方網上看 我這邊就不贅述了 那我這邊就是以 奧曼之塔加蓋10樓的一些 慶祝活動 首先就是 呃 奧曼之塔在8月7號到8月21號 兩個禮拜的 時間 原本是每個禮拜7個小時 現在變成每個禮拜10個小時 好 那接下來增加了一些道具的話 基本上啦 呃 都是關於奧曼之塔10樓的 傳送服啊 寶箱啊 跟支配符咒 但是這一次 他沒有 奧曼之塔加蓋的活動任務 對 這個算是 呃 比較令我 令我 出乎意料的 接下來第三個是 夢幻的向日奎禮物 這個活動也是持續兩個禮拜 那這個活動的話就是 你角色達到60級以上 然後 每天去夢倒 擊殺300隻夢倒怪物 以及蒐集5個 夢幻的向日奎 你就可以得到200葉子 夢幻的向日奎怎麼取得呢 就只要 打夢幻之島的怪物 那就有機會 掉落夢幻之島的向日奎箱 那夢幻之島的向日奎箱 打開之後 一定會獲得夢幻的向日奎 然後 會隨機獲得龍珠或是戰鬥強要卷軸 那夢幻的向日奎除了解任務以外 你可以去 組成 村莊的商人去兌換龍珠跟戰鬥強要卷軸 也就是說這一次的 龍珠跟戰鬥強要卷軸 這種 補給品 BUFF系列的道具 我們可以換好換滿 吃好吃滿 那這些活動的龍之珍珠戰鬥強要卷軸 一樣是 有限制時間的 第四個活動就是煉金術的開放 煉金術我就稍微的簡單的介紹一下 你如果想要使用煉金術的話 你必須每一次的材料 至少要兩個藍色以上的 裝備以及一個綠色以上的裝備 然後都是非刻印的 那煉金術的這個頁面它是會有 觀看占譜以及煉金開始 觀看占譜的意思就是可以看到你 放上去的材料可以煉成什麼樣的裝備 然後煉金開始就是直接開始 這邊它是有寫說一些煉金術的一個相關的 規定 比如說 透過煉金術的裝備 都是皆為非刻印的 然後材料也是要非刻印的 那這個東西的話 其實說實在的就是類似轉蛋 所以你 觀看占譜之後不是說一定就會獲得你所看到的那些東西 對那這次的 煉金術比較 大的亮點就是 你可以煉成煉到這個 符石變換時 所謂的符石變換時 你之後你假設你煉到了 那你就可以去製作藍那邊 直接製作屬性符石 然後屬性符石也變得可以強化以及存倉了算還不錯 然後另外一個 亮點就是你煉金術是可以煉到真細劍的喔 而且這個真細劍是非刻印的喔 以及安塔瑞斯的魔盔甲 這兩個算是我覺得 以紅色 裝備來講的話算是非常稀有的 好那接下來 第五個活動就是恢復印章 恢復印章的話就是 新的一個 裝備 那他是可以跟守護印章一起並存的 好 那這個徽章的 屬性的話可以 可以看一下 那我是個人是建議啦你如果拿到 恢復印章的話 最好最好是可以衝到加3或是加5 一般玩家衝到加3加5基本上你這個恢復徽章就不要再用了 對 OK 那中科以上的話當然是越高越好 然後這次他 商城也是有多了一些販售的東西 可以看到是有恢復印章箱一箱就是120 11個就是1200就跟 守護徽章是差不多的 活動期間 活動期間 這個 活動期間大概是一個月的時間啦 然後他會有販售 比如說5個恢復印章 然後就賣500鑽 55個就賣3000鑽 18個就賣1500鑽 那這個怎麼算都是比你直接 買那個單格的還便宜 所以我個人是覺得啦 就量力而為 最好最划算的一定就是3000鑽這55個 對但是就是要看你自己的 身上的藍鑽做決定 好 然後接下來是 哈丁的生物箱 一樣是商城的東西 然後這個哈丁的生物箱是販賣的時間 是3個禮拜 OK 那哈丁的生物箱有分成 3個組合包 第一個是印章組合包2000鑽 然後裡面的內容是哈丁的生物箱11個 以及印章交換證書33個 33個然後 這個一個交換證書就可以換一個印章喔 看你要換守護或是換恢復都可以 所以這個2000鑽這CP值我個人覺得是 真的就是爆表 真是爆表 那你這個11個 這個哈丁生物箱的話又可以 換取 就可以獲得11個生物袋 那這個生物袋可以換的東西 這次也算是蠻 蠻多樣化的可以選擇 OK 然後第二個組合包的話就是 平鎮 這個平鎮包的話基本上就是 讓你要開卡池的 然後開的卡池又是有限定時間的 以及100顆龍鑽 這個我覺得CP值就沒有這個印章這麼高了 然後第三個就是生物組 所謂的生物組就是 你買這個就是為了要獲得更多的生物袋去製作 一些東西或是限定製作的東西 OK這個就是給總科理商在玩的 組合包印章組合包憑證 每個帳號都 都有限制購買次數 印章的話就兩次 憑證就是四次這樣子 那這一次哈丁的生物箱有機會開到的東西 還有變身製作硬幣 娃娃製作硬幣 以及民運貨幣 然後他這個其實都蠻大的 民運貨幣直接開到就300 然後娃娃幣啊變身幣直接都是100 算不錯啦 之前我記得是30 50 這一次有新增的製作 這個就是我們之前所預測的 神聖系列 神聖的抗虧 神聖精盾 神聖玩家 那基本上的話 我是覺得亮點就是在神聖精盾 可以取代體盾 所以說中課以上的玩家的話 要注意啦 該換盾喔 OK 然後接下來這些製作的部分 你可以看一下 那 其實我是覺得 比較有亮點的就是這些 奧曼之塔任務卷軸 你只要7個聖物袋 你就可以製作了 然後這個奧曼之塔的任務卷軸 他其實 他其實 是 獲得東西也不一樣 像你今天你如果 做了阿曼之塔任務48樓 的卷軸 你只要擊殺阿曼之塔4樓 的怪物1000隻 你就可以直接拿到一個 拿到一張柱5 OK 這個算是 我就覺得你如果要換的話 48樓這個是最棒的 這是最棒的 當然啦 你其他東西你如果有缺的話也可以去 那 奧塔9樓這個真的難度太高了 這沒辦法 基本上 製作的東西的話 我個人是覺得 任務卷軸方面 然後還有就是神聖系列的 其他的東西的話 說實在的一般玩家可能 玩不起 那你如果真的要賭的話 還有一個東西叫做 奧曼之塔寶物袋 然後他這個是 做一次要23個遺物袋 然後一個賬號限定製作 3個 裡面可以開到的東西 很猛 很猛 你如果今天運氣很好的話 你開到封印 封印的傳送符 或是 紅色的東西 紫色的東西 你就賺啦 但是你有可能會開到一樓捲 就是你可以賭賭看 基本上 這次就是這樣子 然後限定製作的話 也就是我們 之前所說的 神話的技能 終於可以開放製作了 台服看到黑暴法 看到遠程沖暈期 不遠了 不遠了 好那最後一個就是 遊戲設定的優化與調整 那這邊主要是 國王的硬幣140個 跟金幣140萬製作的 智慧符石 體力符石 加精神跟加體力的 就已經絕版了 基本上就是絕版了 然後你原本如果已經有換了 他是無法進行強化的 接下來就是我們剛剛所說的 符石是可以強化的 那強化的屬性如下 那我個人是覺得啦 你如果是中課以上的玩家的話 基本上 你要嘛就是衝加2 以上會比較好一點 那如果你是 一般玩家小玩家的話 不要去玩這個 因為爆了你就沒了 所以說這個鏈金術的話 算是給中課以上的 玩家去 把屬性符石衝到加2以上 接下來還有這個變身故事書 這變身故事書是 我是覺得算是 增加一些遊戲的質感吧 但是他是限定傳說等級以上的變身 你才有故事啊 OK 好那以上就是這一次 8月7號的台服 改版重點分析 那我知道 我現在錄的時候 大家可以看到右下角 現在是上午的 凌晨的2點 35分 然後他一次出7個 那我盡量是把他濃縮到 最精簡 OK 那如果你有任何的 不了解的地方 歡迎在 歡迎在這部影片下方 留言 那我會盡量的 趕快解答你 OK 然後記得 訂閱小屁的YouTube頻道 以及分享給所有喜歡 玩天堂M的盟友或是朋友們 我是小屁 我們就下次見 大家晚安 掰掰 掰掰